但是如果说你是硫酸炎的葡萄糖 那是厨房药 那个就是 它的效率可能到达五成左右 但是那个要医生开厨房 对 那必须要医生开厨房 而且它的效用 也不是去补你的骨本 那是不一样 它是治疗软骨 膝盖的部分 宽关节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观众朋友 一定要把它分别清楚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说 西医的部分 它可以有这个治疗的 这种新的方法 那中医的部分 治疗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一般的话 就是我们会中医 也是看体质去调 那除了之外 我们还会用针灸去做刺激 就是说如果说 也有一些穴位的刺激 也可以帮助我们骨质的增生 那我们这边介绍一个穴位 所以我们透过刺激穴位 也期待能够有骨质增生的功效 对 那有一个穴位就是 我们刚刚讲 因为中医骨质疏松跟肾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的经络 就是以肾经的经络为主 所以肾经的足底 它的起源点在足底 足底有个穴位叫永泉穴 我们在我们足底翻开来足心的地方 我们第二根跟第三根足指头的间隙的地方 我们划一条线 可以划一条线一直划到足根 划到足根 那这条线我们分为三等份 永泉穴正好在我们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我们刺激的时候会建议大家 因为我刚刚说 我们最好是做一些再重视的运动 所以你不要只是盘着脚在那边刺激 会建议大家可以用站立的方式 我们可以站立的方式 其实怎么站立 就是我们可以用站的时候 踮脚尖 正好我们垫脚尖的时候 对 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刺激这个穴位 好 那我刚刚说如果有泳泉穴 因为刺激其实最好是站立式的刺激 那我们刚好踮脚尖的时候 好 我们踮脚尖的时候 其实我们脚尖着力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泳泉穴 那我也建议大家在刺激的时候 用站的方式 我刚刚说负重视的运动 对骨质也是有刺激 就是我们刺激我们造骨细胞 形成骨骼 好 所以我们站的时候 两脚要张开跟我们肩膀同宽 因为也保持重心 不要刺激却会到时候跌倒 尤其有骨质疏松的人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吃那个药 就把它送过去 所以一定要记得就重心要稳 然后最近要有个椅子在旁边 所以我们做刺激的时候可以站立 所以这样就在刺激了 对 这样子就有在刺激了 不需要另外再去按压 不用 因为这样你用身体的重量 就直接去刺激那个穴位 这个效果是更好的 非常简单的 就是钉脚尖 对 钉脚尖 然后数到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就放下来 放下来 那如果更进阶的话 你可以单脚 因为单脚的刺激 变脚尖 对 因为你刚刚是 身体的重量是 全身 就是两只脚在承受 所以如果单脚的话 就是变这只脚在承受 所以它承受的力道更多 所以它刺激就更强 但是这个跌倒的风险更高 对 所以这个椅子一定要扶好 对 然后也是数到五秒 然后再放下来 那这样就要重复做几次 可以做到十下 十次 对 如果你的体力OK的话 十次到二十下都可以 然后一天大概做几次这样的 一天的话可以做到三次 做三次 对 OK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 对 就是刺激我们的 刺激那个 我刚刚说 刺激圣经的有泉穴 然后刺激我们骨质的增胜 OK 好 好 我们掌声谢谢这个廖医师 给我们做的这个示范 好 非常谢谢 OK 那继续我们来看看现场呢 有这个观众朋友呢 他也面临了骨质疏众的问题 那他自己有些什么样的 保养的方法呢 我们来欢迎秀云跟他的儿子伟宾 好 秀云 你好 你好 对 你有什么比较严重的 骨质疏众的问题吗 我大概是比较早婚啦 29岁就找三个小孩子 那维宾是大儿子还是小孩 大儿子 大儿子 维宾几岁了 我34岁 哇 早结婚有这个好处呢 就是你看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对不对 好 好 好 谢谢 那维宾应该没有什么 骨质疏众的问题吧 没有啊 今天特意陪妈妈一起来 OK 好 那秀云 你的问题是 因为我29岁就有三个小孩子嘛 然后常常会不小心跌倒 脚就会断掉了嘛 在29岁的时候就常常容易跌倒 对 手不小心跌倒滑倒 手按下去也是一样会这样子 对 当时去看医生 医生就告诉我说 你可能有骨质适松的问题 要注意 我想说这么年轻怎么可能 就是啊 就要没有混在心上啊 对啊 就这样子过啊 对 到有一天34岁的时候 蹲下去要拿东西 就起不来了 超严重的 起不来是什么意思 就趴着啊 都没有办法起来啊 都趴着没有办法起来 然后附近都没有人可以叫 有啊 就叫老公啊 叫老公帮我起来啊 足足两个月都没有办法走路 洗澡 上厕所都没有办法 这么严重 也不能躺着睡这样 超严重的 不能躺着睡 我们都趴着睡 不能趴就用被子垫在后面 这样子 靠着睡 对 没有办法平躺 超严重的 就是这样子 那那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骨质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疏松了吗 对啊 就是因为之前医生已经有告诉我嘛 对 然后你都不以为意 对啊 就想说还年轻怎么可能 也没吃芝麻 也没吃小鱼肝 没有 没有 就这样子啊 然后就一直 我就去炖鸡汤嘛 炖鸡汤 联系鸡汤跟鱼汤啦 鸡汤要炖八个小时 然后让它凉了 放到冰箱把那个油烙起来 再吃那个鸡汤 喝那个鸡汤 对 跟树木鱼去熬汤也是一样 熬八个小时 那这方法是谁告诉你的呢 他们觉得这有什么用 就是长辈告诉我的时候 这样子可能对你骨质失踪 是有帮助的 对 OK 好 真的女性生小孩 她的骨质会流失很多吗 其实胎儿她的钙子主要来 然后还是要从事妈妈身上拿 所以是我们被宝宝吸收走了 所以说一般在怀孕的时候 就必须要开始补充钙子 像我们平常正常的成人 可能只要补充八百就够了 但是孕妇补充的钙子 可能要补充到一千两百 就是要乘以1.5倍 这样的话不但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也要用 对 然后宝宝还用一点 宝宝也要用 钙很重要 如果钙子不是说 只有在骨头的 骨质密度的重要性 它对你的肌肉的收缩强度很重要 所以说一般人 大概一缺钙的时候 常常会有的症状就是会软脚 走路可能下楼梯就 不是 关节不痛 但是它脚会没有力气 你要站起来的时候 不是说膝盖会痛 但是脚就会觉得没力气 支撑不起来 对 所以钙子很重要 你在怀孕期的时候 除了你自己的钙子要用之外 你还要分给你的小朋友 所以说你必须要补充到 一千两百是这样的 至于说怀孕之后 所谓的末期或生完小孩 牙齿会晃动 那问题比较复杂 因为牵涉到比较复杂的生理功能 因为我们怀孕的 要把小孩生出来的时候 身体会分泌一些酵素 把那个骨骼关节的症带把它放松 那这种酵素会造成你全身的骨头关节 通通会有点松动 所以说常常有些孕妇 就是孕妇产后的下背痛 他会怪说是医生帮我做脊椎麻醉 或者怎么样 月子没做好 或什么什么东西 事实上是跟这个酵素产生的影响是有关系 所以它也会影响到牙齿 好 那么在怀孕的这个期间 从中的角度来看 妈妈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保养的方法 能够帮助他们保留住这个钙质 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摄取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讲说除了芝麻 那我